王献川设计师认为设计无需刻意塑造 而是探索屋主的渴望与喜好 将空间本质的存在显露于外 善于玩弄色彩的他 又会如何创造舒适且令居者惊喜的居宅呢 谢谢川了 我走进这个空间 给我感觉 它就像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一般的 因为充满了奔放的活力 我相信跟颜色啦 跟层次的堆叠都很有关联性 这个空间室内是48坪 空间其实很单纯就是两方加一个书房 屋主同是进口服饰的 它不只对颜色敏锐度高 而且它对空间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规划上 其实是采取一步一景 圆顶这种设计手法 就是它在整个空间行走移动的时候 它可以不经意地看到这个空间 主要的视觉焦点 让整个空间就是充满丰富 惊喜的感觉 我们先从沙发 后面的这个背板的绷笔开始聊起好了 因为这是客厅的一个最大的主视觉焦点 这样的一个主视觉 你用的是一个黄色 就是很不同的一个做法了 因为它这整个空间是狭长形的 我为了塑造整个空间层次感 我必须要借用一些元素 让人的视觉不自觉地往前方看 像这个绷布上面 中间是用镀态条去分割 是 然后这个绷布的上面 我可以用缝线也是 律动的分割跳动感呈现出来 靠一个弧形去延伸窗帘的感觉 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个定制的长沙发 就是配合这整个背墙去设置的 但一般来讲 天花板包覆就是边框一圈 我刚算了这有三层 这个叠叠交织的原因是什么 天花板的造型其实是屋主 想要像国外那些知名的饭店感觉 一圈灰色的除了是线条 让它美观的用意以外 我其实是把空调的出风口 跟回风口也藏在里面 所以它除了一个视觉上的交叠之外 它有实际上的功能 对 另外在客厅当中的视觉焦点 就会是我们的电视机的墙面 这道电视墙的材质 其实是从玄关的墙面 一直延伸过来的 借着不同比例的分割 然后配合着大理石的花纹 把这个整个律动感呈现出来 这样子它摆视频摆上去的时候 这个墙就活泼起来了 在电视墙面的后方 就是主人家的书房了 屋主一开始是提到说 它书房并不是办公用的 所以它其实不需要那么安静 所以我们用一种半穿透式去呈现 书架的话我们也特别用铁尖跟木头去搭配 依据收藏品的不同 它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书房的背景我们是采用跟客厅一样的蓝色墙面 配合灯光的变化 虽然同样是蓝色墙面 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跟客厅的蓝色墙面是不同的 我们刚才说到沙发背墙的黄色 窗帘是深红色 墙壁是蓝色 然后主要的这个电视墙面是深黑色 这样子搭配起来整个御动感是有的 当时我来看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空间比较狭长 所以我是建议它可以把酒柜移到整个空间的中间 一方面当成餐厅跟空厅的建构 但是因为酒柜如果移到中间的话 这个酒柜的自觉感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我就提说 那我可以帮你重新设计一个酒柜 不要用现成的酒柜 让整个空间活络起来 整个看过去的话 其实光这个酒柜一个面 它其实是三种材质搭配出来的 框体我们是采用古铜色的镀态 酒驾是采用金黄色的镀态 那是特别设计三角形石木块 然后挖凹槽让红酒瓶可以放在里面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屏风 通常我们在规划空间的时候 不一定是说你要把空间都放空 你才会感觉到空间比较大 我们其实比较在意的是空间的层次 那再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壁纸 这个壁纸是两只鹤 鹤的感觉就是长寿高牙 后面是用一些六角形的几何形 其实也不会说太沉重 但是因为这个壁纸它是属于比较滑地的 所以我们天花板有稍微简化一点 刚好顺着这特徽翔的方向去做 谢谢川南 我来到这空间当中 我怎么看都找不到卧室在哪里 当时我们为了让这个餐厅的空间更完整 所以我们让这两边 一边是往主卧的门 还有一边是往次卧的门 做成隐藏门 隐藏在墙面后面 那就接下来带我们去看一下主卧吧 其实跟外面的公领域 有很多元素都有呼吟到 对 因为当初主卧他的要求是 他想要重温去各国旅行的感觉 把旅行途中的美好 全部收纳到主卧当中 其实整个空间最明显的 应该就是这个黑色底金线的壁纸 当初一般的美好 屋主是一看到这个壁纸就很喜欢 就说他要放在主卧 他先挑了这块壁纸 对 这个也是其实是整个空间当中 视觉最大的一个面积吗 对当初他选择这个壁纸以后 我把全部房间的材质 全部做个调整 因为颜色来说 我可能挑沉稳一点 但是彩度不要那么高的 等于是每一个不同颜色的区块 就是用一个不同的材质做混搭 但我在这个地方相对来讲 看眼是和谐 你怎么样让颜色可以互相烘脱 而不是互相去 抢在对方版面 虽然是有十种颜色 但是我们就是利用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花纹 去呈现出那个颜色 让你感觉颜色多 可是你站在这个空间 你感觉又不出来那么多颜色 你要真的去一个一个慢慢数 你才发现 原来这个房间有十种颜色 我在规划他们更衣间的时候 是有朝精品规这种概念设计的 因为化妆间跟更衣室 算是屋主他们比较私密的空间 所以我是希望 他们的个人色彩会比较强烈一点 更衣室用轻量化的铁间跟橙板 也是让整个更衣室不要那么沉重 让屋主的衣服可以像展示品一样展示出来 我相信真的走进来之后 看完这个空间实际去感受 做梦都会笑 因为我相信他讲那句话就是 他真的打拼了半辈子 很希望把生命当中美好的 不管是旅游上的见识 或者是自己生命上的感受 都能够时时刻刻地拥有在身边 而家就是一个最具体的呈现 不管是梦想也好 或他人生的感受也好 就隆聚在他每天生活的空间当中